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 讲讲一些军政上的事情 最新的一些动态 这个呢 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有网友问我 说这个俄罗斯啊 近期 苏35战机发射一枚空对舰巡航导弹 打掉了一艘日本的巡逻舰 应该说是巡洋舰吧 叫军舰 但是呢 其实这个新闻我早就已经看到了 那么这个新闻呢 它基本上是个假新闻 但是俄罗斯有没有打掉 是打掉了 俄罗斯在北方四岛这里打掉一艘日本的间谍商船 这个倒是真的 这个是参考很多内外网的这个消息 就是说看到了这个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也都是一些 国外的一些自媒体在这里报 但是你就把日本军舰给打掉 这个是不是真的 如果说你说这个可行性 那就是说把它这个上船给打掉 因为这个呢 是有过先例的 不是没有过先例 包括俄罗斯也打掉过美国的全球英 无能机也被它打掉过 近期呢 又是发射这个巡航导弹 差一点把英国RC135侦察机给打掉 这个呢 也是真的 但是这个是俄罗斯空军的飞行战机飞行员接受到错误的指令 一枚照着它就直接打过去了 把这个英军吓得够呛 第二枚呢 是快要击中它的时候呢 强行的摁掉了 中止发射摁掉了 这个导弹呢 就像这样子飞过来 快要打中了嘛 啪 掉下去 它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边呢 对待日本呢 用这样的方式方法 俄罗斯在北方四岛这里对待日本 它一向都是蹭步不让的 包括还有很多年前 在个2000年以后的时候 中国的渔船进入到了俄罗斯的领海去捕鱼 他们直接就开跑炮击 把中国的渔船给打爆掉 包括日本的这个 有些渔船也是被它打爆掉的 但是现在它对中国它是不会这么做 因为以前呢 它认为跟中国的关系呢 不是那么重要 对中国人呢 就是要立威严 要让中国人畏惧他们 所以我说过毛子嘛 就是这个操心 所以你不能让它尾巴太翘 所以你要 对待它的关系 为什么不是全天候战略学者伙伴 问题就是在这里 这里面要有一些很微妙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就在这里 这一集里面 我就不再详述了 那么中国要吃它更多的好处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那么在北方四岛这里 把日本的船给打掉呢 这个是很正常不过的 因为你日本经常是派这些货船 商船 进入到这个海域里面去 那俄罗斯 你进入到它十二海域里面去了 你不是开玩笑吗 而且北方四岛离日本 就算离北海道当中的那一个海峡 那一块海峡 都是不到十二海域的 也就是大概是二十几公里 十几到二十几公里 那一点点 所以在这里出事情很正常 那么 至于你说把军舰给打掉 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假定位 为什么这么说 朋友们要知道 现在呢 尤其是内网 我为什么不太喜欢内网 就内网营销号 吹牛逼的号 这种假爱国的太多了 拉大旗车虎皮的太多 他就是说 他很多都表达自己 哎呀很爱国 我支持这个 支持那个 现在因为不是公知的时代了 不是公知的时代了 那很多这些 这些 我们讲的跟风爱国的 或者假爱国的 这种号特别多 这种号一多呢 他觉得大伙都是傻逼 小粉红都是他妈韭菜可以割的 所以呢 经常去讲一些 站在我们立场上胜利的一些话 什么中国嘛 什么这个 鸡爆料嘛 谁 在这个菲律宾 林爱礁嘛 这是我们在下盘大器 林爱礁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 太纵容他了 我也在节目里面 我也讲了 对吧 就是太纵容他了 你这个东西 你明确这是你的领土 你该干嘛就得干嘛 对吧 你不能够什么 让他去补给人道主义 这个东西让人一口老血能喷出来 对吧 但是你看就这样的新闻 还有的就是唱战歌呢 怎么怎么怎么 我们的大的战略没有上当 怎么怎么样 这个俄罗斯们把日本这个军舰给打爆了 俄罗斯们又怎么怎么样了 说这种爽爽文 假新闻 因为没新闻 所以要制造新闻 这就是营销号 所以说内网太多的营销账号了 很多都是MCN公司控制的 你像油管上也有 也在油管上面耗药帽 但是很多都是造什么假新闻 有的时候那个新闻那个标题 起得他妈太夸张了 动不动什么 中国已经怎么打了 轰炸了哪里 把什么东西给搞掉 什么美国的核潜艇被中国给打爆了 怎么怎么样了 这种我觉得 我们来平心而论 就是内网我不喜欢看 原因就就就在这 他很多时候是人云亦云 跟风或者说 说的东西吧 我也看到很多某些什么一些大V中V 很多讲的内容都有我的 我的这个影子在这里面 就是属于老兵的知识产权的东西 在内网 很多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都这么出来的 所以说你既然看我节目 那么你去传播这个东西 再去精致化这个视频 我认为这也没什么不可以 但是说你最好还是说 要尊重别人知识产权 最要注明一下出处 对吧 注明一下出处 你嘴巴里不提也行 那下面打一下一个广告 说这个是老兵来往的这个 这个想法 我相信各位也是经常内网 外网经常上的 你们也都知道 对吧 很多东西 很多概念都是我首先提出来的 包括对一个事情的迅速的定性 都老兵这边做的特别多 好吧 我们这里不讲究纵向传播 像因为你在国内 那属于是 你针对自己的同胞 那属于纵向传播 老兵这边是很想传播 可能一个视频 一万两万两万三万的 这个观看量 但是呢 分散的面皮是比较广的 还看见面皮比较大 所以说你像在外网 也就这么几个博主在这里做 其实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处处面对的打压限流 所以大家也要好好地珍惜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讲就是俄罗斯讲的 俄罗斯外交部就中国军舰 进入北方海陆的可能性问题 而可以确保北方海陆安全 那么9月17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巡回大使 尼古拉克尔丘诺夫 向卫星通讯社表示 俄罗斯自己可以确保 北方海陆及其技术设施的安全 一些专家担心 考虑到当今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 某个时候会出现 允许中国军舰进入 北方海陆的问题 克尔丘诺夫对此评论称 我们认为 俄罗斯能够独立可靠地 确保北方海陆 及其技术设施的长期安全 北方海陆全长超过3000海里 约5556公里 连接巴伦池海和白岭海峡 是欧洲与亚洲之间最短的航线 也是远东和俄罗斯 欧洲部分之间最短的海上航线 利用北方海陆 从远东向欧洲运输货物的线路 为14000公里 俄罗斯正在实施 联邦项目开发北方海陆 接下来建设基础设施 以促进运输量提高到 2024年的8000万吨 和2030年的1.1亿吨 并将海港吞吐能力 分别提高到1.1亿吨和1.15亿吨 根据此前批准的 2035年北方海陆开发计划 至2035年其货物 连吞吐量至少达到2.25亿吨 那么 所以说呢 中国的军舰呢 是可以进入这个北冰洋了 那么我说过 中国军舰有一天 出现在英国的家门口 出现在 法国 德国 出现在波罗的海 那这个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陆路上 解放军通过运20运输 一些部队 到达白俄罗斯 因为中国跟白俄罗斯是全天候战略 战略学生伙伴关系 而且也提出 就是 俄白 这个中国跟白俄罗斯 搞军事演习 那么 陆军抵达 跟中国牛逼的 立陶宛的城下 波兰的城下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的城下 在这一片地区待着 海军呢 通过北方海路 走北冰洋 进入到 他们这个 立陶宛 波兰的家门口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里呢 可以实行 海军跟陆军 还有 甚至是中国空军的联动 那这样的一番光景 所以说呢 老兵呢 之前的 这个眼光跟分析啊 又再一次的 被我给严重了 我说 解放军 往阿拉斯加 阿里奥申那个方向去 现在呢 你这个军舰 要进入北冰洋呢 其实要跟毛子 要协商的 那么将来 解放军军舰 就直接能进入到 这个北冰洋 到欧洲去了 到时候你英国 跟中国说 我们要到 台湾海峡 来怎么怎么样 你妈的个逼的 解放军 直接弄了055 弄了八条军舰 甚至将来的 这个航空母舰 直接 干到你 你英国家门口 到这里来搞个军事演习 这就是很好玩了 所以这个东西 它都不是梦 而是会变成现实 就我刚才讲的 就北京 也有这种考量 现在跟你们 全面撕破脸皮了 对不对 你妈中国一个电动车 卖到欧洲 还不能卖 对吧 跟你还有什么 紧帽关系 你德国现在 拒绝了很多中国的投资 搞这个保护主义 你们这帮臭逼臭屌 那不是到你家门口 来搞给你们看 就是你北约 倒是别给我太老逼了 你想还要在日本设办公室 都说解放军 直接到白俄罗斯设办公室 军舰停靠到圣彼得堡 这些都不是做梦 而是会实打实地去实现它的 开什么玩笑 对吧 这是一个事情 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 通过哈瓦那宣言 当年时间9月16日 77国集团和中国哈瓦那峰会 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 一般性辩论后 与会代表协商 一致通过哈瓦那宣言 哈瓦那宣言 由46项条款组成 成员国代表重申 致力于加强团结与合作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发挥更大作用 宣言对当前发展中国家 面临的战挑战 深表关切 呼吁各国协调合作 积极应对 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 可持续性发展目标 项言强调 迫切需要对国际金融格局 进行全面改革 采取更多包容性和协调性的 全球金融治理方式 反对针对发展中国家 实施单边制裁 反对技术垄断等 阻碍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的 不公平做法 会国际社会为 科技发展 营造开放 公平包容废弃事件的环境 宣言重申 各国有关各方面 应该在共商共建 共享的基础上 共同致力于 全球发展和科技发展领域的 合作共赢 从而为世纪各国构建 人民共同体 带来巨大福祉 G77集团发展中国家 成立于1964年 目的是在联合国大会 台湾中 享有很大的影响力 目前集团有130多个国家 其中包括中国 77国 大家都知道 是最早的不结盟运动的国家 77国和中国开这个会 那就是说 要全面的来去把美国的 搞的所谓的这个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给它打掉 现在有77个国家 团结在中国的周围 在政治战略目标上 支持中国这么去做 支持中国打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敌对势力的 继续规则的国际秩序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说 西方什么的 开一些狗鸡巴会 只是他们自己小圈子会 它有个什么 G7宣言 北约宣言 但在G20峰会上 它宣言不了言 联合国大会上 它也宣不了言 在多元平台上 它没办法宣言 什么世界民主峰会 有个屌用 中国就是搞G77 我们也不结盟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 你们发达国家 对我们搞技术封锁 对我们搞单边制裁 我们现在不答应了 你们搞的Swift的结算系统 你们搞的以美元为代表 和欧元为代表的这些 国际金融体系 我们不满账了 我们现在就支持中国 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秩序 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一分为二 你们玩你们的 我们玩我们的 这个就是 你看中国在这种多元的场合 它就是能够通过 各种各样的宣言 而美国它领导的这些国家 它不跟它搞任何宣言 所以美国没有什么屌用 它搞了一个又一个 政治烂尾工程 一堆政治负资产 动不动什么 把东盟国家 弄到美国白宫去开位 弄什么 这个美洲峰会 民主峰会 四国集团 哪一个他妈的实实在在落地了 什么中东铁路 这个项目也是一个牛逼项目 如果下一届是川普或者共和党上台 这个项目又给他枪命掉 去发展你们干什么 他美国不会发展他自己 所以说他们的政策 口惠而实不至 没有实施型的落地 这么一说 到处搞烂尾工程 到处花大饼 但是中国这个77国集团 在这里就是告诉你们世界 我们现在就是不想 给你们玩什么 基于贵则的国际秩序 好事情 中国的号召力就这么大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 对西方 对法国 对欧洲来讲 又不是一个好事 布吉纳法索 马里和尼日尔反法联盟 成立了萨赫勒联盟 成立军事同盟 反对一切什么法国 只要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打 这些国家就又出兵过来 干你法国 就把你法国往斯里摁 你现在我说过 你法国还别什么 经济部长勒妹儿 什么不怕中国 不怕中国了 你先把你自己的 这些殖民地先搞定再说吧 但是你也搞不定 所以说 现在就是让他们西方 用俄欧战争 长期打下去 在这里把西方 把欧盟耗干净 你身上有一个烂窗 持续性的不好 而且这个烂窗 它在这里 扩大了感染面积 那么你想想看 你能够变得快乐 开心 和蒸蒸日上吗 你的身体就越来越 越糟糕 越来越畅 身内都滚浓了 不让你好 你想要结甲 中俄就是把你这个甲 给你抠掉 就是跟你玩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